王浩博斥优惠与关说陈雪慧被曝出船内裤照表遗憾 首次上稿10点55分 更新时间12点16分 记者杨新慧台北报道台北市议员王浩被周刊拍到和家暴防治中心主任陈淑娟疑似优惠 甚至被指安排陈淑娟人事案 王浩金亲自出面回应此事 强调没有介入人事案 但王浩认为是前社会局长陈雪慧向周刊爆料 反控陈雪慧去年10月曾传莫名其妙的讯息给他 包含说自己离婚变心 甚至还传录内裤的照片给王浩 让王浩反问 一个正常的女人会传录内裤的照片给别人吗 陈雪慧随后发出声明 表示王浩所提三张照片 为他本人公开在FB分享的生活照 图片下方皆有其他脸友阅读及留言记录 因当日心情低落 不过度暴露个人家庭隐私 是生命中的伤口 指望议员以此打击本人 掩饰个人官说社会局副局长人事一案 甚感遗憾 至于和陈淑娟进华夏 王浩经解释那是一名个案的家 因该个案心情不好 足不出户 要求他前往了解 由于该个案为女性 又是因家庭问题提出陈情 他才会邀家暴中心主任一同前往 他也说周刊看图说话 寒沙摄影的内容与事实有极大差距 也对个案及协助之 是否同仁慎为不公 王浩上午受访表示 是否离职首长用这样心情来报复离职 他认为很极端 王浩也指陈雪惠传的照片很奇怪 他是已婚男性一员 陈是已婚女性首长 陈却传穿内裤的照片是什么意思 还讲他和先生的状况 质疑陈的心态为何 至于被质疑官说陈淑娟人事案 王浩指出 柯市府人事案并非一个小议员 可以影响左右的 柯对于议员的质询 都有他自己的考量而不会照单全收 更何况 就是